今天又是我螢幕八爪魚的特派員阿凱 請來當然有一位貴賓 就是有沿路山卡拉的導演 監製編劇王浩賢導演在這裡 歡迎來 是 多謝你 其實這部電影你是怎樣構思到有這個想法 即是想到有五個女主角 去住不同的山卡拉香港的地方 因為本身我住在山卡拉 是嗎 你住在哪裡 因為我住在長洲 現在也不算太山卡拉 主要因為我住在長洲 看到很多情侶在中環碼頭 臨上船之前就痴錢 因為我經常跟老婆說 有誠意就應該送回長洲 是 是 是 因為這樣而說起 如果男生認識了一個女生 住長洲也挺… 是 因為你說真的送回去再來回 其實洗費也不輕 是 你想洗費不想時間 是 時間和洗費 是 我們很現實 是 所以就… 你認識了一個女生住長洲也很大件事 如果你連續認識幾個女生 都是住在那裡的地方 好像挺好笑的 是 我聽聞你一開始已經鎖定了岑家旗 為什麼會選擇他呢 還是不選擇其他角色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不選擇一些帥哥 然後弄到他比較污衛 這樣去拍這部電影呢 這就是傳統智慧 就是找個帥哥 然後弄到他比較低低低低低低 對 我說是污衛一點 對 其實這種類型的電影 在愛情電影的大類裡 其實有一種小類 小類就是這種電影 我會直接稱之為美女與野獸 譬如你和我 哎呀 多謝 很少人這樣說 通常是反過來說的 多謝導演 是這樣的 既然美女與野獸 你就想到男主角一定要不帥哥不高大 跟正常的一般男主角相反 在香港來說 你找一個大概二十多三十歲 跟個角色差不多 是否符合 接著要受歡迎 要演技好 要不高大 要不英俊 但有性格 其實只有岑家琪一個 符合這些條件 所以就鎖定了他 其實這部電影 真的很想問你 你是想帶一個什麼訊息給觀眾 除了帶他們去看香港特色的山卡拉景點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想過 要帶大家去看山卡拉景點 這部電影拍攝時 其實有兩個目標 對我自己來說 一個目標就是內在 即內部的 就是要拍一套不用虧本的電影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拍一套電影 讓香港人開開心心輕鬆鬆的過半小時 因為香港人過去兩三年 就是一點都不輕鬆 是的 這就是外在 當然也要恭喜王導演 因為票房很好 過了千萬 今次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